我说一下这个工作的一个要领 首先的话还是 动作的三要素 第一点是身体的发力的姿态 是支撑这个结构 是第一位的 首先有弓箭图 现在还有这个双脚平站立的 甚至有什么样的 甚至有同侧脚在前的 好 首先我说一下 我确实双脚都是 能够更好的去身体背后 进行一个收缩 如果大家想像这种站稿的话 它会可以用一个很大的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整个身体 包括你的肩身 你的身体的旋转 包括下晃的时候 你的整个宽都容易去缓震 减轻你的压力 但你起动的时候也容易走腿 包括身体也容易发生旋转 但可以用更大的一个力量 如果是背阔肌的一个角度出发的话 要更加清准一些 所以说我们就像当前那两个一样 我们所有的身体的支撑 都是为了稳定肌肉的 一端对不对 为了肌肉的气垫端对吧 那我们所以说支撑的时候 你如果这样支撑的话 股盘是不是容易发现转动 那这个时候你一拉 你的股盘都跑了 你的七点滴的眼睛都往后转了 虽然说这个价格挺多很大 但是其实背规矩的收拾 它是一个受限的状态 所以说为什么我 替大家这么转 首先就是把重心踩在 同侧里面 踩在同侧里面的好处是 你同侧的这个宽缓铁 一定是稳定的 你在做的时候 你不会发生旋转 你想转就转对 这个时候七点端就更加的稳定了 七点的稳定的话 你的收缩才能更加充分 所以说支撑的话 我建大家 不论是你是这个同侧脚 平衍也好 或者是这个稍微往前就好 你的重心都是应该踩在同侧里 好 第二支撑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支撑的时候 我这个上面的手臂 都放在什么地方合成 是不是很多人 你的手扶的位置 感觉不太好找 这个手是为了什么的 支撑 为了支撑的 那么我想跟大家 那支撑是越省得越好 还是越费越好 肯定越省得越好 那我问大家 你支撑在这儿什么 还是支撑在什么 对 肯定是正在下面的身体 所以你的支撑的手臂 和身体的角度 在90度左右 这个时候 是靠我们的五格做支撑 很省力 但是如果五格很高的话 你是靠你的背过肌做支撑 你得一步往下压胳膊的状态 你的整个背 是在使劲 做支撑的 所以说 不要浪费体力 所以说 从支撑的省力角度 和稳定度角度 我们手支撑的例子 一定是90度左右 没有办法 我要回来更高的例子 好 第二个话 在做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这么支撑做好 还是这么多支撑好 一个是 支撑主要是靠我的腿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往前的话 你的支撑都会 在你这个手里 那你说哪个 对 一定腿是主要支撑 这个是一个 辅助支撑 所以说 很多人在做的时候 就是他可能这边变苦力 这边撑都是不是 撑不住了 就是支撑结构 它不合理 好 然后我们打雅羊 支撑结构 先做好 然后一定是踩在 同侧 同侧腿的宽管地方 这样就讲 支撑在哪啊 是 不是 前套 后边根本就没有 没有张力 都松的 屁股你看 都捆一捆一捆一歪 好 我正踩 蹬直了 略微蹬直 这样才在宽困一下 支撑点是在你屯趟的感觉 你看 好像非常的 我朋友就非常有问题 拿雅琳的时候 好 雅琳刚说了 不能这么拿 这么去 啊 前后这样去拿 拿的时候 记住 他边怎么拿啊 是不是这么拿 是不是不能这么拿呀 这有什么问题 后色就跟那个 二次过 罚手一样 后色 这样能握住吗 握住吗 后色打开了 握雅琳是不要握 雅琳的 这样前段这么握 一定握中间 后色收拾能够 拉住 带住脚 然后 问一下大家 这个时候我们需不需要 做静甲骨的一个下沉 可以睡觉 你们现在站着了 是吧 现在站着 感受一下静甲骨下沉 是很容易啊 你容易控制静甲骨下沉 是不是不容易啊 为什么我站着容易啊 因为我整个手臂 是有重力的 重力会转移着 我的静甲骨的一个自然 我可以感受 方向往下沉 对不对 但是当你俯身的时候 你水平 肯定是水平滑降了 是不是很难进行 一个静甲骨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的脊柱的趋度 就特别重要了 静甲骨在正常位置的话 脊柱趋度一定是个中立呗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样俯身 做动的时候 怎么样 静甲骨一个 是一个稳定的 相对下沉 就是你的脊柱是个中立呗 你的静甲骨就不会跑 如果你这样啊 那你的静甲骨肯定 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好 然后坐一下 支撑 能测击 然后走一座红柱层 主要是靠同色的 一个静甲骨的问题 好 拉的时候 看一下啊 怎么去拉啊 两个你看 好 我先做一个 还有一个 是不是这两个结果 坐好 一定是第一种 很多人觉得划船是坚持人 所以说 它是从前到后划 这么划 这样不对啊 这样不对 它的准备方向朝哪了 朝下的 那你的抗阻的方向就应该朝 朝上去抗阻发裂 而不应该水平下后走 如果水平下后走的话 它的小臂怎么样 还属于地面啊 这样小臂属于地面啊 不属于 这个这个动作 受力一点的地方多 除了被哪一个的数率多 三头的长头数率多 所以说 这个动作不对啊 虽然说哑铃 我们是上下滑 它会自然产生一个 前后的位置 你看 刚刚往下坐的时候 往这放 不能往前放啊 顺着阻力的往那放 拉的时候拉到最平准 你看压力有没有前后的高 有 有 但是不是 送的时候 可能往前主动送 这么多 这样就对了啊 好吗 你 感谢观看